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期的公子时评 我记得我在2017年的时候 我写过很多篇的微信公众号文章 我无数次的提醒观众和读者 说不要轻易的买房子 特别是北上广深这一线城市以外的地方 就更不能买了 我特别还建议说 如果你有投资房的话 能卖就尽快的卖掉 过去这些年 发生在我们眼前的事实也证明了 中国的房地产严重的过剩 已经供大于求 再加上经济下行 地产行业早就已经濒临崩溃 这些房子不值这个价 就在最近这一个多月 我们看到中国的全国许多地方 都掀起了停贷潮 这停贷潮现在才到 我都觉得有点晚了 但是呢 这个不管早还是晚 该来的总会来 现在已经有超过 100多个房地产的项目的这些业主 集中发布了强制停贷的告知书 这些项目覆盖了河南 湖南 湖北 江西 辽宁 陕西 安徽等等 19个省份 涉及到恒大 世贸 绿地 融创 澳元 新元 新利 阳光城 等等中国各大房地产的企业 仅仅是就这个星期 这7月10号跟7月11号 这两天的时间 就已经有20多个项目的业主 集中发布了这个强制停贷告知书 这告知书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他们集体宣布 拒绝偿还银行的贷款 理由归根结底就是 房子烂尾了 他们喊出的口号是 一日不复工 一日不还贷 在6月30号的时候 上个月月底 景德镇市的恒大 某个房地产项目的业主 就发布了这个强制停贷告知书 这可以被看作是 这个第一个倒下的多米诺骨牌 据当时的业主发布的告知书显示 这个景德镇市的恒大龙亭 自从去年1月30号开盘以来 已经售出了900多户的单位 但是到5月底就全面停工了 后来政府介入部分复工 然后6月1号又再次全面停工 虽然这个房子是建不起来了 但是你买房的业主 却要继续的去偿还银行贷款 这又导致许多的业主 陷入了很大的困境 那业主告知书 不仅仅指出这个地产商 烂尾的一个问题 同时也指责银行违规放贷 比方说在房子主体结构还没有封顶的时候 银行就提前发放了这个按揭贷款 这本身就是不符合规定的 还有武汉的一个恒大的项目 涉及到了5000多户 也同样面临的这个问题 据业主说呢 他们每个月向银行偿还这个贷款 这个月供已经还了两年多了 可是房子到现在还是一片荒草 由于长时间没有施工 那么工地有很多地方都已经杂草丛生了 我们要了解一点就是 当房子烂尾了 就是开发商没钱了 违约了 楼盘停工了 建不起房子了 没有办法按照约定去交房了 那这是属于业主跟开发商之间的关系 跟银行其实是没有直接关系的 也就是说你欠银行的钱 你该还还是要还 如果业主单方面的停止偿还银行的贷款 那么就会造成业主跟银行之间的一个违约 那你可能不仅拿不到房子 你还会遇到更大的一个麻烦 比方说影响到这些业主的征信问题 比如说你被银行起诉 强制执行 你房子收走了都还算轻的 他甚至还要把你加入到这个失信名单当中 让你在中国社会性死亡 那么我也很清楚说这些业主 为什么宁愿冒着失信的风险 还是决定不偿还贷款 他这么做 他背后是有一个目的的 其实他们是在采取一种 就抱团停贷的一个维权的方式 就是人多力量大 一两个人你不还贷款了 你会有麻烦 但是我全国几千几万几十万人 同时宣布我不还贷款了 那就会造成一个舆论的关注 形成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 最后给政府施加很大的一个压力 那么政府可能会出于维护金融稳定的这样的一个目的 那么就会特事特办 可能解决他们的问题 或者是缓解他们的焦虑 不管最后成没成 至少是他们的一个期待 希望通过这个方式来维权 毕竟很多人花了一辈子的积蓄来买这个房子 最后这个房子变成烂尾楼了 他们还要承担巨大的经济压力 再加上现在中国的经济下行 这么多人失业 这么多人找不到工作 工作的这个工资还这么低 你想想一旦出现任何的问题 他们还还这么多贷款 他们会有多么崩溃 对吧 那么果然我们也看到了 在景德镇的这份强制停贷告知书 在周末全网刷屏之后 全国各地就陆续开始有越来越多的 这个烂尾楼的项目都开始跟进了 据统计现在违约房企停工的面积占比 大概在20%左右 违约的房地产企业占行业的总产能 大约是在四分之一 其中河南湖南和湖北 这三个省份的烂尾楼里边的这些业主们 他们去停止贷款 这是最多的 那注意这只是宣布停贷的这些楼盘 那么还有大多数的这些烂尾楼盘 业主还没有出来集体的停贷 那可能涉及的人 那真的有可能就是几十万人上百万人 那么问题的根源 当然还是政府的监管 习近平之前不是讲房住不炒吗 就是房子是用来住的 不是用来炒的 那这就直接剥夺了这个房地产的一个投资属性了 再加上中国现在要严防金融风险 要控制房地产企业的借贷 那结果就是中国的这些房地产行业 遭受到了有史以来最严格的一个监管 那大量的房地产商 他由于资金链断裂 借不到钱 他们要高压买地从政府那 然后他们的房子甚至降价出售 政府还不允许 总之就是层层的限制 让他们实在是只能拆了东墙补西墙 所以后面我们看到的这些烂尾 什么这些人不愿意还贷款了 都是一些连锁反应 包括之前我们看到的恒大爆雷 那么这么多的业主 现在抱团停贷的维权 到底有没有效果呢 在我看来 这主要是要看情况 有一部分人可能还真能挽回一部分损失 比方说银行可能会推迟他们还贷的时间 毕竟银行在这里边 本身他也存在违规的行为 但是我想这起事件当中 最大的要承担损失的 可能还是业主 还是业主 银行地产商这都是大而不能倒的 而业主呢 毕竟只是韭菜而已 政府又不靠业主们投票选举 对吧 不论如何 这些大量业主停贷 确实也产生了一定的舆论影响力 人民日报旗下的证券时报的 头版就刊发了一篇文章 标题是 紧防烂尾楼盘 停供风险扩散 这也说明了业主们的这个维权 大规模的这个停贷的告知 已经引起了官方的注意 甚至是担忧 党中央很可能会出面 暂时的平息事态 缓和业主 开发商跟银行这三者之间的矛盾 那么尽量的把这起事件的负面影响 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 但是即使这么做 真能这么做 那也是治标不治本 就是你首先不能完全平息民愤 另外这个现象背后的本质 也没有得到任何的根本性改变 未来还会出现更大的灾难 更大的纠纷 我过去节目里 其实讲到过中国经济的问题 那么当时已经讲得很透彻了 简而言之 就是中国的经济严重的依赖制造业 而这个制造业正在向外转移 中国制造的优势越来越小 人口红利也会越来越少 所谓的产业升级 又受到了创新不足 跟西方围堵制裁的阻碍 所以说世界工厂的地位 是必然会失去的 那失去之后 中国的经济还能靠什么来支撑呢 靠消费吗 真能实现像西方这些国家一样 变成消费市场吗 首先中国的房地产 就几乎已经带动了 整个中国的内需了 中国过去积累的这么多的财富 中国人积累那么多财富 几乎全都在这个房地产行业上面 无数的家庭的大部分资产 基本就是房子 如果房子不值钱了 那他们的这个财富就会严重的缩水 那么中国的内需也会随之崩塌 各行各业都会陷入到大萧条当中 那如果你不这么做 你任由房地产行业继续的野蛮生长的话 那么这个地产泡沫又会越吹越大 不要说很多人买博企房 你这个房产商的债务 政府的债务都会积累越来越多 加上家庭的债务 完全脱离了市场的需求 最终也会导致一场金融风暴 所以说怎么做 都是要付出代价的 横竖都是死 只不过是死法不同 程度不同而已 换句话说 就是中国现在今天的这种扭曲的经济结构 跟它脆弱的金融体制 未来一定会导致更大的社会灾难 从这个事件当中 我们都已经看到了 政府已经是左右为难 它既要稳定又要发展 还想不出事 这是既要又要还要 可是当中国的经济的高速发展 本身就建立在这个脆弱的扭曲的 不伦不类的所谓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结构上 那么想要稳定 就必然又要导致政府监管过渡 那么就会抑制经济发展 各行业陷入萧条 就是现在发生的这一切 各地频繁爆雷 反而导致更大的不稳定 那么跳出这个死循环 有没有办法呢 很多人说你做这个节目 到底有没有给出一些 这个实际的意见 不要只是批评 好 那就是很简单 党中央下放权力给地方 按照每个地方的实际情况 去发展当地的经济 然后再配合独立的公平的司法 透明的这个社会监督 自由的媒体 这样的话 实际上就是实现 彻底的资本主义道路 而这种体制改革 在中国的政治上行得通吗 这么做只会削弱中央政府 对全国兴趣的掌控能力 任何人敢提出这种建议的话 都会被看作是 恶意宣扬西方价值观 按照共产党的看法 就是西方亡我之心不死 带来颜色革命 所以你说我们又能怎么样 我们只能看着他起高楼 看着他宴兵客 看着他楼榻了 好 这期的公子时评 就跟大家先聊到这 如果大家喜欢这个节目的话 别忘了点击订阅这个频道 还有就是订阅旁边的一个小铃铛 点击它打开节目更新的提醒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